如果这个用你身后来做的话 如果要留下数字 要怎么把它留下来 恐怕利用函数 就我目前想到的好像会有问题 你要能够把它留下来 这个地方似乎只能用VBA来完成 你算几个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留下来 可以想想看 我是觉得 我最后还是用VBA来做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最后干脆用VBA来做好了 因为函数即便想出来了 可是会变成像这样子 光想出来就觉得很头痛 那倒不如干脆就从头到尾用VBA来写 所以之后有的时候在解决问题上面 干脆就从头到尾用VBA来写 但这个当然两者 我觉得不管你怎么样 只要你把事情做出来 老板不会管你怎么做出来的 如果你都会当然是最好的 所以刚刚的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再来请你把同一个工作表按Ctrl键 拖拉过来 有没有 然后把这个工作表 我们把它变VBA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这边产生六个按钮好了 这六个按钮里面 当然按钮一定用Sub来做的 然后Function的话才是制定函数 在我们前一个单元里面也有提到这些 所以怎么做 我想第一个请各位 一样开启开发人员 所以上面一定会 在上面这边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这边 开发人员第一个一定要打勾 按确定 第二个的话把Visual Basic 我们切到开发人员这边 Visual Basic打开 我们就是再来这边拽写 我们先讲刚刚这两个好了 我们把这些清掉一下 假设复原 我如果希望第一件事情是把这个直接执行 数字的部分 非数字部分 这两个先做出来好了 其实这两个虽然看起来是两个 不过其实我是写完一个之后 把上面那个复制贴上改就好了 改哪里呢 改逻辑不就好了 有没有 把end有没有 改成偶尔 然后把这个方向有没有 这改的方法跟刚刚几乎一模一样 OK 其他都没改 就OK了 那怎么做 我想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个的话 你们可能要知道几件事 在刚刚用Code Code 可是在VBA里面他的那个功能 他不叫做Code 他叫ASC 就是ASC ASC 那你怎么以后如果像有些函数 你不太会用 我是建议你可以在哪边测试 我的习惯都是检释里面有一个叫做 Ctrl G 这边有个那个什么 这个叫即时运算视窗 那我的习惯会在这边 打一个问号表示Print 列印出来 其实这个有点跟像Python或Java那个都一样 Print的意思 或者你打Print也可以 Print什么呢 打一个VBA 这个VBA指的是VBA的这个函式库 里面有所有他会点下去 他会把他所有的函数都帮你列出来 由A到Z 其中的话呢 如果你找到ASC 把这个然后把它点两下 或者是直接Enter也可以 钱光虎你现在要把什么呢 比如说我丢给他一个什么 丢给他1 Enter会怎么样 69 如果你把他给他一个什么 X的话 Enter 他会88 有没有 他会帮你把哪一个次元的ASC Kicker位置告诉你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 以后如果你假设有些函数不知道 没关系 你可以在这边VBA点 去找到那个函数 然后在这边稍微做练习一下 这个练习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稍微 那再来就是说点 比如ASC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这个函数 里面的相关使用方法 你想要知道说明的话 很简单按F1 就在那个函数上面按F1 他会跳到一个网页里面 把这个ASC函数的使用方法 全部告诉你的 包含什么 有的没的 他说会传为 其实一些相关说明 不过这些说明每个都中文字 也许你都可以看得懂 不过有的时候 全部串在一起 你可能会看得有点一头雾水 不过我建议各位 刚开始看要看keyword就好了 千万不要 把它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很好 去细迷去了解 其实他意思就是说 帮你把内马给掉出来就对了 如果你像我的习惯来 有时候干脆你看这个底下 这个有一个范例 有时候反而看范例还比较快 他会告诉你 return 什么 帮你返还65 a65 小a的话是97 如果你一个Apple的话 他会比正65 为什么因为他只会抓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不会 OK 这地方特别注意一下 另外你想说老师那有没有其他的那个函数 我想知道的话哪边可以找 其实在这边都有了 他这边有个叫language reference VBA有没有 其实他这个每一个版本的说明又做的不太一样 2016就是在这全部了 所以你要点击他的话 假设你要看其他的话你可以找到什么了 语言参考这边 语言参考里面我记得好像里面会有一个相关的说明 包含什么 有没有看到 韩式 其实韩式在这边意思就是函数了 点击他 他会帮你把a到z里面所有的函数说明全部都列出来 但是如果你想要把VBA的函数彻底了解的话 全部都在这里了 你也不用去别的地方找 不过他的缺点是那些那个说明 其实不写的不是非常的好 而且里面很多地方你可能要就是花一点心 如果实在看不懂 没关系 房间有那种VBA的词典 好像其标有出一本 我觉得那本会比这个还要好一些 但我的习惯是反正上面有 我就看keyword就好了 我需要的东西 所以当然像ASC函数实际上就是return什么 return我要的数字 我只要判断他是不是在48到57之间 所以第一个我先知道ASC 第二个的话我就在那个什么呢 我的VBA里面 一样我先插入按右键先插入个模组 OK所以这边会有个模组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插入一个这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我叫数字个数 那我要从哪个地方写了 因为这个已经写完了 那里面的话我大概就是先把它back回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们大概可以思考我们就是把那个刚刚逻辑再稍微说一下 那我需要怎么样把这个A栏里面的资料 比如说A这个A2里面的资料一个一个字帮我抓出来 再来做判断 所以基本上这个题目里面会需要两个回圈 第一个回圈是外面第二列到第九列的回圈 所以也许我们习惯先去抓外面的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九列 那你也可以写成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next 再来里面的话 第二个回圈要抓什么 因为里面有很多个字 我要一个字一个字抓出来 所以我可以里面再加一个for 你又不能用j 你可能用 你不能用i 你可能用j for j 等于什么呢 第一个字 到第几个字呢 刚刚我们是写了1到9 有没有 那可是这里 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len len len做什么呢 去check一下呢 这个里面到底有几个字 所以我可以打一个储存格 sales 这个储存格里面 哪一个储存格 DI列里面的A栏里面的储存格 ok 里面到底有几个字 所以他这个地方return的话 就是1到5 enter两下 你打个nest 后瓜 我忘了加 enter两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先把结构先定义好了 有没有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外面指的是第几列到第几列 里面这个是第几个字到第几个字 做什么呢 先把他的一个字抓出来判断 所以判断什么if if什么呢 先判断一下 我要判断什么 vba.core 不是core 是那个asc 那要抓第几个字来判断 所以这边的话有个mid mid 特别注意 这个vba的mid跟那个函数的mid是一样的 那字串的话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字丢进来 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丢进来 然后怎么样呢 逗点第几个字 第缺一个字 所以他会先抓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 抓几个字 抓一个字 去做判断 如果那个字怎么样呢 大于47 end 所以这边中间加一个end end什么呢 小于58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写完的这个拖拉 ctrl键 ctrl键就复制贴上了 ctrl ctrl v 这个方向改一下 把它改成什么呢 小于58 空一个end enter两下 把那个 漏掉一个刮斧 可以这边漏一个刮斧 这边又漏一个刮斧 ok 所以这个 不要打错的话 应该他程式基本上都还蛮听话的 最怕就是东漏西漏 因为我发现同学最常遇到的状况 都是小细节 ok 那如果违处的时候要做什么 就是加1 可是问题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个变数 是可以让他加1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需要在 里面这个回圈的上面 也许我可以加一个ctrl 这个ctrl的变数 c o u n t c o u n t ok 等于0 ok 他预设值是等于0 这个ctrl是我们自己加的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怎么样 他如果为true的时候呢 我可以把c o n t 这个变数 等于什么 他自己加1 加完之后丢到前面去 所以c o n t 等于c o n t 加1 把它c o n t 加1 加完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如果抓第一个字 假如4 那就加1个字 第二个字也是4就加2 第三个字也是加4 ok 然后就一直加加加 加完之后的话呢 里面这个回圈呢 基本上就是跑几个字 全部加起来 最后的话呢 我要输出 有没有 那我就怎么样 在net就是全部算完之后 再输出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把结果输出到b栏里面去 所以我们可以再把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丢到这个cons b 等于什么呢 等于cons就好了 所以我这边可以把这个cons的结果怎么样 把它输出到 这个b栏里面 然后换下一个 nest之后的话呢 那就换125kg 过来之后的话呢 一样哦 所以cons等于0 又把它归0 这个cons等于0 一定要加 因为如果没有加的话 它里面的数字会一直存在 那没有归0 你现在就变得越来越多 奇怪怎么越加越多 因为你没有把它归0 然后呢 就一直在往下换12 那就是125就123 3就输出了 一时类推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跑完 我们来看一下 我不确定说程式写完 是不是一次 就能够完全正确 不过我们先跑跑看好了 这边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出来的结果好像 跟我们要的 不太一样 有没有 这里的话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为什么 进到这边来 那如果说有的时候 这个顺便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说你遇到程式有错误的话 你不一定要你的脑袋一直转 像我的习惯 我会设什么 中断点 比如说哪个地方会设中断点 像这个地方 是关键点 我可以设中断点 然后呢 在什么时候加 也可以设个中断点 那我再来怎么样 假设程式 这个地方把它删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程式有错 我们可以执行的话 它会停在这个地方 这时候的话 我看抗尘 油不要放上去 它抗尘会出现 那F8 表示说当那个 第几个字呢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会什么是 那这样应该讲起来 这个逻辑应该有错误 这逻辑应该是 你看 在刮虎的位置 我刚刚是刮错位置 应该是放这边才对 切一个字 对 切一个字让它去比 对 刚刚的刮虎 所以你会发现 插一个位置不对 然后 OK 对 没错 那 这样应该就找到问题 应该是刮虎的位置 试一下 可以把这个结果跑一下 没错 第一个再跑一次 对 因为刚刚 所以这辈子 我刚刚可能刮 刮虎的位置错了 所以把它刮在这里 表示说 它去抓到一个字之后 然后判断一下 再第二个字 如果刮在后面的话 那逻辑完全就不一样 OK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那个算出 那个字数个数的部分 那我刚刚这边重点 就是几个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 回圈 外部回圈是 这个 几列到第几列 内部这个回圈 我是一个4J 是指的是第几个字 到第几个字 再去把那个字抓出来 一样用MID 去判断说是不是47 and 58之间 如果是的话 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count变数 帮我去累加 OK 累加完之后 把这个结果 丢到对应的A栏 就是丢到这个里面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说你那个细节 假如有漏 假设有些地方不太懂 你可以 我刚刚有把那个 我做完的程式 也把它 放在那个云端上 你可以参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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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